妹妹,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叫 冰雪奇缘幸福雪宝 哇哦,你看这是资深童书作家 余智莹老师专闻推荐导读 雪宝带你领略生活的美好 然后作者是谁?你可以念念他 爸爸金亦 对,译者是谁?方素珍 作者就是写这本书的人 译者就是翻译这本书的人 你看五宅有跟我们说过,对不对 那他说这是献给爱听故事的小朋友 你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哦 就变成你的书了 哇,你看雪宝好可爱哦 他在做什么?放风筝啊 他在喝柠檬茶 有没有看到? 好,下一页 雪宝看起来好开心哦 好,你可以看得到字吗? 你可以念念看吗? 雪宝鸟 雪宝不是你 看过的啦 那啊 那nd 那 nant ING 学人 对 学报不是你看过的那种学人 我们看过的学人不会说话对不对 那他会不会说话 他还会做什么 他还会玩 他还会 他还会跳 他还会 倒 他还会倒来倒去 他还会闻花香 他的红萝卜鼻子还能闻得到花 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我们看看 所以他会做什么事里面 他会唱 在这里 他会说 走 走 路 他会 说话 我还会 他还 他还 会唱歌 你不能离开 这样会拍不到 但 但是 但是 但这些 但这些 都不是 他 很 他很特别的原因 那你觉得他很特别的原因 特别的原因在哪里 我知道 是因为他会 他 他会丢 你可以念一下吗 还是妈妈念 好 雪宝很特别 好 因为他总是看到大家最美好的一面 他的哥哥 雪宝很特别 因为 因为他总是看到大家最美好的一面 他的哥哥 大雪怪 是个顽皮的家伙 雪宝喜欢逗他玩 哦 他的大雪怪哥哥在那里 你看到了吗 他有一个很 很大很大很大的雪球 对啊 看起来乖乖的巡鹿 却一直想要亲吻雪宝的鼻子 你觉得他是要亲吻他的鼻子吗 还是他要做什么 他要吃掉 因为 因为他最爱 吃红萝卜 哦 明白 好 反约 你看 艾莎用他自己的小雪花丢了 对 他自己的小雪花 好那你要念一下艾莎吗 艾莎 女王 恨安娜公主 你看这个 喜欢 喜欢 和 雪宝一起 打雪仗 对啊 你看他们是不是在打雪仗 他们把堆好 你看雪宝 哇 拿了好多的雪球 然后丢来丢去的 嗯 好好玩的样子 好好玩的样子 雪宝很特别 因为他发现每天都有美好的事情 雪宝 雪宝很特别 那你觉得他今天发现 发现什么美好的事 一个蒲公音 对 他发现蒲公音 为什么会觉得很美好 因为可以 吹走 吹 吹 吹 因为可以吹走吗 哦 了解 好 翻页 嗯 妈妈 你刚蒲公音 我来吹你了 哦 我被吹走了 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长大 雪宝很特别 因为他有梦想 哇 瑞欣你有什么梦想 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OK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妹妹完成她的绿绿故事 但是这个不是梦想 这是你希望她可以完成她的故事 但是我们说梦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雪宝到底她有什么梦想 我有梦想 她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 我梦想可以 别人看不见我 我才可以 给他们下 所以他们看不到我 然后我突然说不 他们 他们就吓到了 但是他们 不能看得到我 哦 你想 你梦 你梦想 你梦想 当一个隐形人吗 哦 那我也可以不隐形 哦 你也可以不隐形 感觉像是有魔法 是是是 好 那我们看看雪宝的梦想有什么呢 她梦想建立一座沙堡 好 然后她梦想搭船去旅行 看一看广大的世界 哇 她的梦想很棒耶 我也很喜欢去到处旅行 你喜不喜欢旅行 嗯 嗯 那我喜欢的是我喜欢一点点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我很喜欢的是 我只是不喜欢上飞机 哦 你不是很喜欢上飞机 因为这一次 因为 因为 从英国到台湾 坐飞机的时候 飞机要 要 呃 降落的时候 你耳朵很痛 对不对 对 因为高空的压力 跟地面的压力不一样 所以她的压力差呢 导致我们的耳膜 很有压力 所以会有一点痛 但是慢慢的你长大了 痛的我要哭 哦 这样很可怜 但是你是不是忍耐一下就好了 嗯 就到了 因为很短短的几分钟 短短的一分钟 好 她梦想去游泳和海底鱼儿做朋友 哇 她说嗨 你好 她跟所有的鱼儿说 问好 她梦想自己可以飞上天空 哇 像热气球一样 她梦想爬到树上采新鲜的水果 你看她采什么水果 你知道吗 蜂蜜 不是 她采的是椰子 结果这旁边有一个什么 蜂窝蜂草 然后呢 她说还有认识新朋友 结果这些蜜蜂都跑来跟她当朋友了 对啊 对啊 她做的是让她有了一些朋友 好 请你做好 请你做好 蜂窝蜂 雪霸很特别 因为在她的眼里 不论夏天 或者是冬天 每天都是很新鲜 每天呢都是一种探险 每天 每个夜晚都是闪亮的 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雪宝很特别 因为她知道每一个故事的结局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机会 哇 你看雪宝 她在跟艾莎跟安娜玩得好开心喔 对啊 我觉得她很喜欢这样旋转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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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旋转了 旋转来旋转去 头会很晕欸 而且她会不晕 嗯哼 一个很棒的温暖的拥抱 哇 这是雪宝很喜欢的 大家给她的一个拥抱 诶 诶 我们刚刚没有念到这一页 有啊 有机会遇到一个 一个很棒的温暖的拥抱 好 这个故事有点特别 让我们也做个特别的雪宝吧 好 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如果我们能够做个雪宝 那将是幸福的事 早上起来 看到外面正下着小雨 先不要急着哀声叹气 不妨呢 穿上雨衣雨鞋 带着雨伞到外面来一趟雨中散步 看一看趁机洗好澡的干净小草 和饱水的满足的小花 你看这个安娜 她看起来好可爱 对啊 以及路上开满五颜六色的漂亮赏花 还有许多的奇景 等着我们睁大眼睛去挖掘哦 所以雪宝很特别 就是因为她拥有很伟大的梦想 你看她都不会害怕太阳很热 她不怕她自己融化 她想要做一个沙宝 因为她有一个小云 她有一个小云可以保护她 你说对了 而且她也不怕 不害怕惊涛骇浪 她想搭船去旅行 她不怕大海浪把它刮走耶 把它淹没了 她更想要去看看广... 因为她只是雪 对啊 可是她会融化啊 她更想要看看广大的世界 一般人拥有这样的梦想 毫无稀奇可言 可是呢 她是一个遇到热 她就会融化的 泡在水里就会融化的 你不需要 泡到水就会融化的雪宝 所以呢 妈妈,你不需要说给妹妹听 要的 这是故事里面说要说的 但是不一定啊 为什么雪宝很特别 你告诉我 来 我访问你 因为她不怕 怕不怕被 如果她去台湾 很热 融化 她还可以吃冰淇淋 把它自己 变成雪一下 你看 雪宝还有什么很特别 还有很特别 因为她每次都看到 大家 开心的一面 哦,你说对了 没错 雪宝呢 你看她就算被蜜蜂叮 她也没有叮啊 对 她也不怕 如果她被叮 当然她不会痛啊 雪又不会飞 蜜蜂叮会痛吗 对啊 她只会 她只会有一个 little hole 好 所以雪宝 她不会什么反应 她只是有一个小痘 对 所以雪宝她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 就算她 她是一个遇到热 就会融化 泡在水 就会融冰的雪宝 但是呢 她都不会害怕 勇敢做梦 我觉得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你看 她也不怕被蜜蜂叮 她还跟蜜蜂做了好朋友呢 对不对 对 哇,我觉得雪宝 说的很 你刚刚说的很对 雪宝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呢 都想的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的过生活 对不对 耶 OK 好 好 那我们故事讲完咯 喜欢妹妹 你们喜欢咯 然后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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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